我们是明洋机械 我们主要是CNC的车袭复合机的制造商 所谓的CNC车袭复合机 就是当我们的客户将弓箭把它放到机器里面 那我们的机器就是可以一次性的把它完成 那我们也是以Milex这个品牌来作为行销全球的一个 专业工具机销售商 做品牌原因是因为当我们 其实我们在全世界的知名度不是我们经历到很多困难 也就是说我们遇到日本或者是欧洲的这些百年的大厂 然后他们已经在业界相当久的时间 所以当我们在遇到他们的时候 我们会遇到说会有一些价格的价格战 即使当我们今天有一些价格比它再低的情况 我们功能性也比它好 但是因为知名度以及品牌的认知度的关系 所以常常没有办法拿到订单 所以就是说品牌就等于说我们可以卖出去的价值 也就等于我们的营收 所以我们就想要把我们的品牌再往上提升 其实我们遇到的挑战主要就是说 我们必须需要持续的投入这个品牌 那也就是说当我们投入 我们决定要去做品牌的之后我们就不能停下来 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遇到品牌 你在投入的过程中必须要花费到人力 然后你必须要花费到许多的金钱 然后必须花相当多的时间 那这些所遇到的挑战有可能会在中间让你会停下来 那我们其实也有遇过类似的挑战 也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些上层的决议 会觉得说你今天你在打造这个品牌 为什么就是没有马上的看出成果 那这个挑战就是会来自于公司内部一些的声音 所以就是如何要持续去把 就是投入这个品牌是相当重要的 其实我们很感谢那个品牌台湾来做这个顾问的辅导 因为藉由这个顾问的辅导 我们其实得到相当多的就是外部的一些声音 因为我们的顾问他其实协助我们去访谈了许多我们自己代理商 那透过这些代理商的声音 我们可以听到他们平常没有说到的话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觉得是说不是品牌不是只有在外部 而是在内部我们必须要内化 因为我们是一间40年的企业 其实我们有相当多的抱负 那这些同仁他对于这些品牌他并不是相当的了解 然后再来就是说公司的文化 可能也有一些既定的一些印象 所以这个品牌计划能够帮助员工来对我们的品牌更了解 也藉由一些内部的训练一些研习引来达到提升我们的印象 我会觉得说就是像刚刚说的就是持续的投入 不管是在金钱或者是在人力的方面 我觉得就是说你不要想说可能马上你就会从一步跳到就很大步这样 那我觉得就是说慢慢的你持续的每天的都有进步 那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品牌